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美洲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特套新闻 华盛顿特区市长鲍泽 10号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 要求白宫偿还华盛顿特区 为独立一日庆祝活动花费的 170万美金 以及2017年特朗普就职典礼 迟迟未支付的730万美金 鲍泽表示 这些大型的活动 导致华盛顿特区 用于反恐和安保的应急计划 核安全基金几乎被耗尽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国际原子能机构召开紧急会议 商讨伊朗核协议的情况 美国驻联合国维也纳班师处代表 沃尔科特在会上呼吁各国 不要为伊朗提供经济诱因 去奖励伊朗的核敲诈 及不当行为 但他同时重申 尽管美方认为 伊核协议无效 但对不设前提的协商 仍然保持开放态度 特朗普则在推特发文 指控伊朗过去 以暗中提炼浓缩诱 又警告核协议将快失效 伊朗将面临更强大的制裁 伊朗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 阿巴迪随即否认德黑浪当局 秘密提炼浓缩诱 强调他们并无丝毫隐瞒 国际原子能机构早前证实 伊朗的浓缩诱库存量 已经超出伊核协议的限制 伊朗近日也把浓缩诱的风度 提升到4.5% 突破伊核协议的3.67%以上 英国驻美大使达罗克 抨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 外交电文泄露 风波持续发酵 达罗克10日宣布辞职 达罗克在辞职信中表示 外交电文泄露后 外界质疑他是否继续 适合担任驻美大使一职 而在目前的情况下 他已经无法按照自己意愿 履行这一职务 因此决定辞职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 对达罗克辞职表示遗憾 英国媒体早前报道 达罗克在多份电文中 形容特朗普是个无能笨拙的人 引来特朗普猛烈反击 致达罗克非常愚蠢 并宣布与达罗克断绝往来 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鲍威尔 展开向国会为期两天的做共 再度引起市场 对美联储本月大幅紧息的憧憬 鲍威尔向众议院金融机构委员会 做半年一度的货币政策声明时指出 过去几个星期经济没有改善 并表达了对贸易政策的担忧 以及全球经济疲弱 或继续压抑美国经济前景 他对经济的判断 与美联储就经济的底线判断有差别 他更表示美联储已准备好适当行动 以维持长达10年的经济扩张期 市场对美联储本月降息办理的预测 本来已经降温 但现在相信本月底几乎可以肯定 会降息四分之一里 减息半粒的机会 也从微乎其辉变为有一成六的机会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本周表示 将免除110种中国产品的高额关税 涉及的产品包括治疗肝脏肿瘤设备的 部件和放射治疗设备 还有用于控制网络防火墙电流的电子元件等 清单豁免日期可追溯至加征关税的实施日期 而有效期从周二开始计算 为期一年 今年5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收到接近13000份关税豁免申请 当中超过5300份申请已经被拒绝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总统特朗普10号亲属一项行政命令 改善肾脏疾病护理机制 以便更多的肾衰竭的人 有机会进行早期移植治疗 以及提供家庭脱系服务 特朗普还表示 这项行政命令旨在鼓励增加 捐献肾脏的供应链 使患者更容易在家中接手偷袭治疗 同时会优先开发人工肾脏 他还指出 由于严重的器官短缺 让想进行移植手术的人更加困难 政府为了减缓活体捐赠者的经济困难 政府会为捐赠者补偿工资 或面临儿童保育费用的人提供支持 伴随着美国女族赢得世界杯冠军 围绕不同性别职工同工同酬的话题 也再次成为焦点 在纽约周三进行的女族庆祝游行前 纽约州州长库默签署了一份保证 不同性别职工同工同酬的法案 该法案禁止对属于保护类别的个人薪资歧视 如年龄 种族 国际等 并要求雇主为大致相似的工作提供同等报酬 同时禁止雇主询问求职者的工资历史 而已经宣布参选2020总统大选的 纽约市长白思豪表示 如果当选 他会签署行政命令 以保证男女运动员同工同酬 如果失败 他也将签署一份行政命令 强制美国足协确保同工同酬 加州州长纽森本周签署立法 使该州成为第一个 为年轻的无证移民提供健保的州 这项9800万美元的措施将汇集10万人 该计划将允许年龄在19岁至25岁之间的移民 获得Medical即加州版的Mediate计划 纽森签署立法的当日 加州个人健保市场预计2020年 平均保费增幅不到1% 创造了Medical历史上最小涨幅 扩大覆盖范围和平均保费涨幅的资金 主要来自恢复对加州居民 为自己及其家属购买健保的强制要求 那些为购买保险的加州居民 将变临周税的罚款 纽森已承诺在未来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 新规定于明年的1月生效 是确保州内每个人都能获得健保的范围更广 的努力的一部分 马自达宣布在美国召回超过26.2万辆SUV和轿车 以解决可能导致发动机意外停转的软件问题 此次召回涵盖2018年和2019年款的一些 马自达6中型轿车和CX5 SUV 还包括2019年的马自达3小型车 马自达将此问题追溯到控制阀门的计算机中的软件错误 这是车辆节省燃料的气缸停用技术的一部分 该公司在周三发布的政府文件中说 在发动机停转之前 此机不会得到任何警告 马自达表示还没有报告任何由于这个问题 而导致的撞车事故或受伤事故 经销商将免费为所有者重新编成软件 此次召回预计将于8月26日之前开始 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骑士已寒冷天气闻名 但在过去11天当地却饱受热浪清洗 有9天先后创出高温新的记录 包括7月4号的设施32.2度 打破了50年记录 即1969年6月14号录得的29.4度 气象部门人员表示 高层大气的高气压加上温暖天气 是造成这次以寒冷闻名的地区爆发热浪的原因 安克雷骑的住宅甚少安装空调 当地电器店的电风扇也因热浪而很快受紧 而距离安克雷骑大约96公里的地方 在此时又出现伤火 厚厚的烟雾飘向当地 使得居民更加苦不堪言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 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每周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